我们来看售后回购 所谓的售后回购是你把商品卖出去 同时约定还把它买回来 这就是售后回购 具体来讲是这企业销售商品的同时承诺 或有权选择日后将商品买回来 那么买回商品时 是包括相同或几乎相同的商品 或以商品作为组成部分的商品 回购回的这种销售方式 就是卖的同时再买回 这叫售后回购 好我们来具体看 在售后回购中 第一种情形 企业因存在于客户的远期安排而富有回购义务 或且享有回购权利的 这个回购是企业存在着远期安排 你有权利回购的 是企业本身 企业享有这个回购权利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来看一下 分两种情形 比如说你是100万卖出去的商品 结果呢 你80万买回来 什么意思呢 你先收人100万 然后你给人80 你把商品收回来 那相当于是你把商品给他一段时间 你手里最后剩了20万 这是什么呢 这相当于是人家租用了你的商品 给你支付了租金20万 所以当你的回购价格比你当初的原售价小的时候 相当于是按租赁交易处理 相当于是人家租赁了你的商品 给你支付的是租金 给你支付租金多少 租金是20万 那么如果你的回购价格 比如说你当初出售是100万 你回购价格120万 这时候我们按照 融资交易来考虑 为什么他就不是租赁交易 是融资交易呢 因为 比如说今天你把商品卖出去 卖出商品时 假如说一共是五个月 你先收100万 五个月后呢 你再给人支付120万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在这五个月的时间里面 你每个月给人家4万的利息 一共是20万利息 加上本金120万 五个月后连本代息还给人家 所以呢就具有融资性质了 咱来一起看一下啊 当你的回购价格大于你的原售价100万时 我们这里就有融资 这就看成是融资交易 具体来讲是这样的 收到客户款项时 确认为金融负债 因为你是融资性质 所以把商品卖出去 收到钱不能走收入 不能走收入 我们可以确认一个 比如说其他型付款 并将该款项和回购价格的差额 在回购期间确认利息费用 假如说真的是五月 五月之后多给20万 一个月是4万的话 每个月计提利息时 借记财务费用 代记其他型付 企业到期未行使回购权利的 应当在该回购权利到期 终止确认金融负债 同时转入 确认收入 本来你上到融资交易走 都走了负债了 结果到期了 人家没有回购 没有行使这个权利 没回购 没回购怎么办呢 没回购 你这负债啊 你这义务就取消了 没回购啊 此时要把你的这个金融负债转到你的收入中去 也就是说如果你回购 你会充减金融负债 比如说代银行存款 现在该你回购你没回购 你放弃了这个卫行使这个回购权 那就要把你的负债转到主营业务收入去 这是企业本身有回购的权利 我们分为啊 你的回购价格小于你的元售价 还是大于元售价 小于元售价的是租赁交易 大于元售价的是融资交易 好 我们再看 如果企业富有应客户要求回购商品的义务 这个回购商品不是企业自己 是客户要求你回购 应在合同开始就评估客户是否有行使要求权的重大经济动因 也就是说 你面临着客户让你回购 那你就得分析分析 客户会不会主动的要求你回购 什么情况下客户才会主动要求你回购呢 如果客户行使要求权有重大经济动因 说白了对人客户有利 对人客户特有利的情况下 人就会主动要求你回购 那么要求你回购 你不回购就不行了呀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的回购价格比如说80万 你当初销售价格是100万 你回购价格小于你销售价格 仍然是 卖的多 回购时少 说明有一部分 你比如说出售是100万 结果回购花80 你手里剩20 你手里剩20 这还是收取的租金 所以按租赁交易处理 如果你的回购价格大于你当初的出售价格 那你支付了一部分费用 利息费用 所以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融资交易来看待 同样的 这个收到客户款项时 先确认为金融负债 期间我们可以确认为 确认利息费用 但如果到期没有行使回购权的 再把负债转到收入中去 这套路是一样的 这说的是客户有重大的经济动因 要求你回购 什么叫重大经济动因 说白了 这事回购对客户有好处 客户连做梦都想着让你回购 你不回购是不能的 那么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客户不具有行使要求权重大经济动因的 其应当将其作为富有销售退回条款的 销售交易进行处理 也就是说 假如客户没有行使要求权的重大经济动因 那就意味着客户可能会要求 也可能不要求 如果要求 你还得把他收回来 要是不要求 那你就不用去回购了 这时候就相当于 把他当作有一个销售退回条款来看待 在判断客户 是否具有重大经济动因时 请当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因素 包括回购价格 预计回购时市场价格之间的比较 以及权利的到期日等 比如说 如果回购价格明显高于回购时的市场价 这个市价 回购价格特别高 人家客户肯定有经济动因 因为你一旦回购 对客户有利 客户作为理性人去考虑 对他有利的事 他为什么不要求呢 我们来看多项选择题 下列做法正确的有 A选项 18年4月1日 甲公司向乙公司销售了一台设备 销售价格是200万 甲卖给乙了 同时双方约定两年之后 也就是20年4月1日 甲再以120万的价格把它买回来 卖200万 120买回来 回购价低于当初的元售价 这属于租赁 一看就租赁 甲定不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 甲公司应当将该交易作为租赁交易处理 正确 就是租赁 来看B选项 18年4月1日 甲公司向乙公司销售一台设备 销售价格是200万 同时双方约定在三年之后 也就是21年4月1日 甲公司以260万的价格买回来 高于元售价 多给60万算给的利息 这是个融资交易 我们分为租赁交易和融资交易两大类 这是融资交易 甲定不考虑货币深价值 甲公司应当将该交易式为融资交易 不应当终止设备 而应当在收到客户款项时 确认为金融负债 并将该款项和回购价格的差额 确认为利息费 完全正确 来看 C选项 甲公司向乙公司销售期生产的一台设备 销售价格是2000万 双方约定以公司在五年后有钱 甲公司应当将该交易式为租赁交易 没错 因为你回购价格低 确实是租赁交易 也就是说在这个选项中 以公司有权要求甲回购 并且回购时 那个回购价远远高于市场价 市场价低于回购价 就是回购价高于市场价 你想一下 人家有权要求你回购 并且你的回购价比市场价还高 对对方来讲那肯定是有利的 所以对方绝对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要求你回购 那是必须的 当然你这一回购呢 你的回购价比你当初售价还低 这按照租赁交易来处理 是没问题的 好 我们来看递选项 甲公司向乙公司销售期生产的一台设备 销售价格2000万 双方约定 乙公司三年后有权要求甲公司 以2100万的价格回购 回购价高于他 甲公司预计该设备在回购时的市场价格 远低于2000亿 说明已有重大经济动因 要求你回购 讲这个不考虑时间价值的影响 甲公司应将该交易作为租赁交易 是错的 它是融资交易 所以这是错的 应该是融资交易 所以本期的正确选项是ABC 三个选项 好 那么说到这里呢 其实我们就对这个 售后 回购 有一个总体认识 只要是售后回购 别管是你自己企业有权回购 还是你要求你回购 首先 先说有权回购 我们一定要问一下 那回购价跟当初的元售价去比 只要回购价低于元售价 这是租赁 回购价高于元售价 这是融资 这个有权回购和人家要求你回购 并且有重大经济动因的时候 这是一样的 如果人家要求你回购 却没有重大经济动因时 你只能做一个 售后退回的这样一个考虑 富有销售退回条款 有退回条款的这么一个考虑 这就成了 对于这个内容 大家首先从客观体角度 来完整的把握它 好 我们来继续看 我们来看第七个特定交易 叫客户未行使的权利 这好像是个半句话 什么叫客户未行使的权利呢 就说你是企业 人家事先把钱给了你 你便有了义务 但是你有义务了 人家却不行使了 这你可怎么办 好 我们来一起看 说企业向客户预收了销售商品的款项的 比如说 你销售了储值卡 客户把钱事先预付给你了 按说人家客户可以随时持卡消费 但是后来你发现 人家客户不消费了 这时候你有义务 你也无法履行 那可怎么办 我们来看 企业向客户预收了销售商品款的应当 首先将该款项确认为负债 预收的嘛 我们过去叫预收账款 现在呢 统称其他叫合同负债 但是有点啊 这合同负债里面 可不能含着增值税 消耗税额 但履行了相关履业义务时 再转为收入 这道理是对的 收了钱了 没有履行义务的 严格意义上讲 你是没资格花的 有权收钱 没权花 先走负债 什么时候有权花 什么时候从负债转到收入中去 好 我们再看 当企业预收款项无需退回 且客户可能会放弃其全部或者部分权利的 大家怎么理解 说我把钱收到了 客户放弃权利了 那么客户放弃权利时 不是说我不履行义务 是我无法履行义务了 那么这个义务也就相当于是履行完了 所以当义务已经履行 你就可以把它确认收入了 好 我们来看具体情形是这样的 比如说企业预期将有权获得与客户所放弃 合同权利相关的金额的 那么应当按照客户行使合同权利的模式 按比例来确认收入 你预计 有一部分是他要放弃的 但是你是不是把它放弃 这部分全确认收入呢 也不是 按照客户行使权利的模式 时段啊 时点啊 比例啊 特别是那比例 我们要按照同比来确认收入 否则企业只有在客户要求其履行 剩余预约义务的可能性极低的时候 啊 才能将上述负债的相关预额转到收入里去 也就是说 要不啊 你就按照同比 把客户不行使这个权利啊 你给转到收入中去 要不呢 你就等着 等到最后啊 客户呢 不再要求你履行义务了 你再把它转到收入中去 好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计算分析题 甲公司经营连锁面包店 啊 2018年呢 甲公司向客户销售了5000张储值卡 每张卡的面值是200元 总额是100万 收了100万 这100万里含着税 客户可在甲公司经营的任何一家门店 使用该储值卡进行消费 根据历史经验 甲公司预期客户购买的储值卡中 将有大约相当于储值卡面值金额 5%的部分是不会被消费的 我们一般的这个企业啊 只要一出售储值卡 事先都有预期 总会有人不消费 啊 这是站在企业角度看 要是站在客户角度看呢 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有这样的经历 平时啊 你老去健身 结果人家劝你办个健身卡 等你一办了个年卡 交了个年费 你再也不健身了 平时呢 你老到一个这个理发店去理发 一开始不办卡 或者说你办张卡吧 等你办了卡之后 你再也不去理发 经常穿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是作为消费者 是这样一种习惯 可是人企业就会发现 只要是卖了储值卡 总有一部分人是不来消费的 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时候我们这钱 我们这卡里的钱 算不算自己的收入呢 好 我们来看 那么截止到18年12月31日 客户使用该储值卡消费的金额 是40万 假公司为增值税 一般大人 适用的增值税率是13% 在客户使用该储值卡消费时 发生了增值税的纳税义务 计算结果保留整数 这里说的非常清楚 在使用储值卡消费时 才发生纳税义务 那是没有使用储值卡时 你是不交税的 对呀 你不能说我卖了储值卡 一收钱就交税 人家还没消费呢 什么时候来消费 什么时候有增值税的纳税义务 当然这里的税率是13% 18年年底时呢 人家是消费了40万 那么问题来了 他消费40万的时候 我们这里边有个5% 是不消费的 这5% 我们该确认多少收入呢 你说这好吧 就按照100万分之40 也就是40%的比例 来乘以你这5万 4 5 2万 把它确认收入 可不可以呢 道理是没有道理 但不是这40% 为什么 我们来看 甲公司预期将有权 获得与客户未行使的权利 相关的金额 这是一共是5万元 该金额应当按照 客户行使合同权利的模式 按比例确认 这比例是不是40% 不是 应该是百分多少 是95分之40 什么叫95分之40呢 因为你那100万里面 有5万不消费 所以 95万消费中的消费了40万 这样的话分子分不口径才一致 注意这问题 100万减去5万 95万是纯消费的 而消费中的40万 这是它的比例 用这个消费比例乘以5万 再加上40万 这是我们当期可以确认的收入 当然这里边还要注意 你这里边是当期可以确认的收入里面 是含着税的 这含着税的呢 那你要确认收入的话 是不能含税的 除以1加13% 变成37万2613 这就变成了不含税价 所以当期要确认的收入 是37万2613 好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销售处置卡时 借记库存现金 也可以银行存款 当然这个 直接收的现金 这是100万 借记银行 库存现金100万 合同负债是多少呢 合同负债是这100万中的扣掉税金 100万除以1加13% 因为100万是含着税的 100万除以加13% 是88万4956 用88万4956再乘13% 就是我们这个 11万5044 把这两加在一起 100万的含税价 所以说我们销售处置卡时 你要确认合同负债可以 但是合同负债 它要跟你的税金分开 但此时由于我们还没有客户使用这卡来消费 我们纳税义务没有发生 在纳税义务没有发生时 我们代方走的不是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销向税额 而是应交税费 代转销向税额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这里是代转销向税额 不是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的销向税额 是代转销向税额 好 这是销售处置卡时 收钱时 这时候就要把这个销向税 和合同负债要拆开 100除以1.13 再乘以1.13 就是这11万5044了 好 我们继续 根据处置卡的消费金额确认收入 同时将对应的代转销向税额 确认为销向税额 那么由于我们这个合同负债 我们已经知道有多少要转回来了 所以我们当期确认的收入是 借记合同负债372613 借记主营业务收入 372613 它就是40万 加上5万乘以95分之 40 扩起来除以1.13 算出的那个合同负债 转过来之后呢 它变成主营业务收入 同时我们再把代转销向税额 转到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销向税额中来 为什么要转呢 因为人家已经消费 只要消费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代转销向税额 变成了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销向税额了 因为题目说的很清楚 我们是客户在消费时 才产生了增值税的纳税义务 当然这里边呢 有人就说这不对 为什么呀 你这个增值税的销向税额 是40万除以1.13乘3% 为什么没有加上那个5万乘以九十五分之四十 那部分是不能加的 人老师刚才你算收入是怎么加 算收入时可以加 它可以按比例截转收入 但是税金是没有算 人老师啊 你要这么做的话 税务局也不干 是的 可能税务局会不干 但是这道题说的是什么 是只有在消费者 这个客户使用这个储置卡进行消费的时候 我们纳税义务才有发生 使用储置卡消费时 那么只有这40万是使用储置卡消费 你把那五万中的九十五分之四十 做收入可以 但它并不是真的有人来使用储置卡消费 所以你那个纳税义务是不产生的 我们要根据提议本身来做这道题 好吧 这地方不抬杠啊 有人说这不对 有人说对 考试时涉及到税法问题时 最好的做法是 以考题的规定的已知条件为依据 你就不出错 好 这道题我们就到这里 那么一说到储置卡 其实需要关注的事情还挺多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啊 说企业出售储置卡或者购物卡时 企业怎么做账 这里有原则 来一起看一下 企业你出售了储置卡 你收取的款项中 它有商品价款部分 代表企业已经收取客户的对价 而应该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 所以应该确认合同负债 那么其中增值税的部分是不符合合同负债定义的 所以不确认合同负债 不确认合同负债 确认为什么 应交税费 代转消耗税额 在这就确认 这种 只要他没有明确规定你纳税义务已经产生 要说的是收钱了纳税义务就产生了 你就走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消耗税额 没产生的应交税费 代转消耗税额 这是第一件事 总之 要把它和合同负债拆开 如果企业在商品买卖交易中为代理人 代理人 仅为商家或者消费者提供平台及结算服务 并收取佣金 则收取款项中的佣金部分应当确认为合同负债 对于其余部分 为企业代表商家收取的款项 作为其他应付款 在未来消费者消费时支付给相应的商家 也就是说这是第二种情形 假如企业是提供网络销售平台的 那么收的钱只把齐钱收的钱 本来你是网络平台还是提前收钱的 属于你的佣金部分才是你的合同负债 那么超出的那部分走其他应付款 走其他应付款 好我们来一起看一道题目 假公司进一家电商平台 平台商家自行负责商品的采购 定价发货及售后服务 说白了人平台商家人你是主要责任人 你只是一个代理人 假公司仅提供平台商家与消费者进行交易 并负责协助商家和消费者结算货款 假公司按照货款的5%向商家收取佣金 并判断自己在商品买卖交易中是代理人 没错 你不能在商品转向之前主导商品 不能控制 2018年 假公司向平台的消费者销售了1000张不可退的电子购物卡 每张卡的面值是200元 总额是20万 假设不考虑相关税费 这20万收到了 但你是代理人 这是怎么办呢 属于你的5%的部分 才是你的合同负债 超出部分 你要把它作为一个其他用妇 好 本来一种考虑到假公司在商品买卖交易中作为代理人 仅为商家和消费者提供平台和结算服务 并收取了佣金 因此假公司销售电子购物卡收取的这20万 仅佣金部分 这是5%是1万元 当然这道题 我们首先是不考虑税费的 不考虑税费 要是有税费 税费得单列 税费它也不能作为你负债 单列 那么不考虑税费 代表假公司已收客户对价而应 而在未来消费者消费时 作为代理人向商家提供代理服务的义务 应当确认为合同负债 这1万是合同负债 那么一共收了20万 1万的合同负债 19万是什么 19万是假公司 带商家收的款项 可以先走其他应付款 将来呢 消费者消费时支付给商家 所以说就算走负债 属于你自己收入那部分 是合同负债 就算走负债 不属于你自己收入那部分 走其他应付款 将来给人支付出去 就成了 还记得奖励积分 人家兑换积分时 是兑换其他企业积分时 你要把那合同负债 变成其他应付款 虽然合同负债和其他应付款 都是负债 合同负债的下一步是 你自己的主要业务收入 而其他应付款 意味着 你要向对方 或者向其他方 去支付你的现金 这时候 义务是不同的 好 我们来看 例题14 假公司经营一家连锁超市 以主要责任人的身份 销售商品给客户 他是主要责任人 假公司销售的商品 是用不同的增值税率 这个很正常 一个超市里 什么税率的产品都有 比如说零食是13税率 粮食的税率 确实9% 这税率就不一样 那怎么办呢 18年 假公司向客户销售了 5000张不可退的储值卡 每张卡的面值200元 总额收了100万 客户可在假公司经营的 任何一家门店 使用该储值卡进行消费 根据经验 假公司预期客户购买的 储值卡金额 将全部被消费 这一把都要消费的 假公司是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 在客户使用该储值卡 消费时发生增值税的纳税义务 这又是个已知条件 什么时候你消费 什么时候纳税义务 那么我们收钱时就可能走出一个应交税费 代转消费税额 等你纳税又发生时 从代转消费税额转到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括号消费税额 好 我们来看 本来一种 假公司经营的这家连锁超市 销售使用的是不同税率的各种商品 并收取商品价款及相应的增值税 因此 假公司销售储值卡收取的一百万里边 仅商品价款部分代表了假公司已收客户对债 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 所以只有这部分才是合同负债 其中增值税的部分 不符合合同负债定义 是不应该确认合同负债的 你要不确认合同负债 确认什么呀 应交税费 代转消费税额 但是有个问题来了 税率不一样 你的应交税费 代转消费税额 你怎么做呢 我们继续看 假公司要是这种情况下 税率不等的情况下 这个给你支个招 根据经验 例如公司以往年度类似的业务的综合税率 根据以往经验 你看看税率有13的 有9的 有高有低的 最后到什么程度 你估计客户使用该储值卡 购买不同税率商品的情况 将估计的储值卡 款项中的增值税部分 确认为应交税费 代转消费税额 但是走应交税费 代转消费税额 这是肯定的了 将剩余的商品价款部分 确认为合同负债 也就是说你那个增值税的 代转消费税额 你应该估个数 你应该估个数 实际消费情况与预计不同时 根据将来的实际情况 再做调整 总之反正你的代转消费税额 它是个估的数 也不是实际交的数 倒是在调整 这很好 就说当你税率不等的时候 你仍然是要走合同负债和 应交税费代转消费额 代转消费税额是估的 等你实际交的时候 按照实际税率交 将来跟着有差额调整 调整就成了 那么实际消费情况预计不同时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后续每个资产不了日 要根据最新的信息 对你的合同负债 和应交税费的金额 进行重新估计 这里面后续还有个 重新估计和调整的问题 好 我们来看第八个特定交易 无需退回的出使费 无需退回的出使费 对于企业来讲 钱是收到了 又不需要退回 怎么办 确认收入 必须确认收入 只不过这个收入的确认 是有说法的 来一起看 企业在合同开始 或接近合同开始日 向客户收取了 无需退回的出使费 比如说 纪录部的入会费等 应当记住交易价格 这出使费 记住交易价格 且应当评估该出使费 是否向客户转让了已承诺的商品 是不是跟转让商品有关 你要评估一下 如果这出使费 和向客户转让商品有关 和人家相关 那怎么办 和人家无关 又该怎么办呢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首先 出使费 与向客户转让已承诺的商品 是相关的 我收你出使费 但我向你转让商品 我这出使费 跟你的商品是对应的 并且该商品本身 又构成一个单项履约义务 这事简单 你就等着这个商品履约的时候 咱就把这出使费确认收入 因为它属于商品的 单项履约义务 所以企业应当在转让商品时 按照分摊到商品的交易价格 确认收入 总之 你这个出使费 是要记住交易价格 确认收入的 要是跟商品有关 商品本身又是单项履约义务 它给商品确认收入时 咱这个出使费就确认收入了 那么出使费 与向客户转让已成为商品相关 但商品本身不构成 单项履约义务的 它自己不构成 单项履约义务 无非是它和别的商品 一起构成单项履约义务 道理是一样的 请当在包含该商品的 单项履约义务履行时 按照分摊到该类 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 确认收入 还一样的吗 它单独是履约义务 它履约是确认收入 它不单独是履约义务时 含着它的履约义务确认时 咱确认收入 关键是 如果出使费用 与向客户转让 以承诺的商品不相关 该出使费用应当作为 未来将转让商品的 一个预收款 在未来转让商品时 确认收入 跟人家不相关 那就做预收 其实这个预收 就是我们的合同负债 将来转让商品时 那么是做未来转让商品吗 所以说 你跟现在转让商品无关 那就作为未来商品的预收 所以在未来转让商品时 我们再把它确认收入 总之你会发现 无需退回的这个出使费 我们总之是要确认收入的 好 我们来看 企业收取了 无需退回的出使费 且为旅行合同 应开展出使活动 但这些活动本身 并没有向客户转让 以承诺商品的 该出使费 与未来将转让的 以承诺商品相关 应当在未来转让商品时 确认收入 企业在确定履业进度时 不应考虑这些出使活动 不要考虑 企业为该出使活动发生的支出 应确认为一项资产 或者是进入当期随益 出使活动发生的支出 确认为资产 或者当期损益 要注意这个问题 好 我们来看 多项选择题 甲公司 经营一家会员制健身俱乐部 甲公司与客户签订了 为期两年的合同 客户入会之后啊 可以随时到俱乐部来健身 除俱乐部的年费 共计是 两千元之外 一共两年 这年费两千元 一年一千 甲公司还向客户收取了 五十元的入会费 用于补偿俱乐部 为客户进行注册登记 准备汇集资料 以及制作会员卡等 初始活动花费的成本 甲公司收取的入会费和年费 均无需返还 假设不可理其他因素 甲公司的相关会计处理 正确的有 我们来一起看 甲公司将收取的五十元入会费 确认为当期收入 错 他不是马上要确认 你那服务也是两年的 所以这五十不要都确认 甲公司将收取的两千元都确认 不正确 甲公司收取的二十五元 确认为当期 没错 把一千元年费 确认为当期 没错 所以正确的选项是C和D 为什么 咱们看看解析 甲公司虽然为补偿这些初始活动 向客户收取了五十元的入会费 但该入会费实质是 客户为健身服务所支付的对价的一部分 因此应当作为健身服务的预售款 他跟我们直接转上商品无关 但是跟你将来那个健身服务有关 所以它是一个预售款 那么预售款呢 就得在将来 履约时 再确认 所以呢 要在两年内来平均 与收取的年费一起在两年内 分摊确认为收入 因此 每年确认的年费收入是 一千 入会费收入是 二十五 也就是说 这五十元的初始费 这种预售要在未来确认 既然是两年时间 一共是五十 那你一年就确认二十五好了 所以本期的正确显向是 C和D 好 我们来看计算非题 假公司为电信服务运营企业 二一年度发生的有关交易事项如下 第一个资料 二一年十月一日 假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合同 合同约定 从合同签订的四月一日起 假公司为乙公司提供网络接入和运营服务 那么乙公司每月向假公司支付服务费是 二百万 每月向假支付二百万 并同意在其游戏平台的页面上呈现 假公司的品牌表示 什么意思 首先呢 假 应该收乙的 因为假是为乙 提供了网络接入和运营服务 要收乙的钱 乙呢 在游戏平台中又给假做了广告 所以乙还应该收假的钱 这双方的啊 咱来分析 说乙公司在其运营的游戏平台的页面上 提供类似标识广告的收费标准 每月是五十万 那好吧 最终假是从乙那收二百万 说明假应该收二百五十万 回头应该支付给以五十万 所以最终收的是二百万 你别看实物中假最终收的二百万 对这个问题我们要清醒的看到 假要确认收入的话 是确认二百五十万收入 这里面向以支付的这个五十万 叫应付客户对价 而应付客户对价 与从客户取得的商品是可明确区分的话 相当于是从客户专门取得的商品是 单独的一个业务 不能拿这五十万 充掉我们二百五十万的收入 你就算把题做对了 你要是单纯说我确认二百万收入 你肯定做错了 好我们继续 第二个资料 21年的11月30日 假公司董事会批准了 管理层提出的客户忠诚度计划 具体内容是 客户在假公司消费价值满一百元的通话服务时 假公司将在下月向其免费提供十元的通话服务 为了让你使劲通话 不从别处通话 就从这通话 让你形成一个客户忠诚度 那么你只要花了一百元 下月就给你免费十元 21年12月客户消费了 这是不是一个客户啊 总的客户消费了是多少呢 一个亿的通话服务 假定符合下月免费通话服务的条件 那你就有了一百元给十元 那你一个亿那就给了一千万的免费服务 所以事实上 今年这个月啊 你收到这一个亿时 你是提供两项义务 一项是当期的服务 还有一项呢 是下月的免费服务 这是两个单项履业义务啊 假公司已收到了全部款项 好 我们再看第三个资料 21年12月10日 假公司推出预交化费送手机的活动 客户只需要预交三千元 就可以免费获得市场价格 一千六成本一千二的手机一部 这是一千六的单独售价 并从参加活动的下月起 二十四个月内 每月享受价值一百元 成本八十元的通话服务 这二十四个月每月一百元 两千四 说明 对方只需花三千元 可买你一千六的手机 加两千四的化费 一千六手机加两千四 这是四千 四千分之一千六 是手机 四千分之两千四 是化费 这乘以总数就算出了 手机和化费各自的交易价格 好我们继续看 当月有五万名客户参与了此项活动 乘以五万 那就都出来了 当然本题不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 相关税费和其他因素 好我们来看要求 根据资料一到三 分别计算 假公司二十一年十二月 应确认的收入金额说理由 并编制于收入 确认相关的分路 无需编制本年 节转相关的成本的会计分路 好首先我们看一下资料一 根据资料一假公司 二一年十二月份 应确认的收入金额是多少呢 是250万 这我给大家说过 你要说确认200万就错了 理由是 企业存在应付客户对价 那么应当将该应付对价 充减交易价格 通常是这样的 但应付客户对价 是为了自客户取得其 可明确欺分商品的除外 由于企业应付客户对价 是为了自客户取得 可明确区分的商品 比如给他做广告 应当采用 与企业 其他 采购相一致的方式 确认所购买的商品 就是购买是购买 销售是销售 所以你的收入 不是200万 而是250万 回头你再花50万 去购买 人家的广告服务 好我们来具体看翻路 假公司支付的广告费的 对价属于可明确区分的商品 你给人50万 买广告啊 就在你平台中给人打广告 所以其支付的广告费 不能充填交易价格 那怎么办 各算各的 一趟马一趟河 各算各的 分路是 借银行总管200万 销售费用50万 带主要收入250万 这分路对不对呢 对 但是我更希望你写俩分路 一个分路是 借银行存款250万 贷业总业有收入250万 另外一个分路是 借销售费用50万 贷业银行存款50万 那合在一起就是它 当然了 我们要是直接这样写的话呢 更符合提议 因为提议本身就是 直接收了一个200万 但是你收200万可以 你的收入本身 要确认250万 这就对了 好 这是第一个资料 我们继续看第二个资料 那么第二个资料呢 这个由于呢 你这里边有免费通话的 免费通话也作为一个单项旅约义务啊 我们要来估计它的单独售价 单独售价是1000万 而你通话服务是一个亿 加上免费的1000万 所以一亿1000万分之一个亿 乘以一个亿 9090.91 是你当月 消费的通话服务的交易价格 这当月它是要确认收入的 而我们是 一亿1000万分之1000万 乘以一亿 909.09 这个要走合同负债 因为当月它并没有消费 没有消费 没有履行义务 所以呢 你要走合同负债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有关的分路 所以假公司呢 2021年的12月 应该确认的收入 根据第二个资料 是9090.91万元 理由很简单啊 对于额外购买选择权的这个销售 请应当将交易价格分摊到 该履业义务 在客户未来行使购买选择权 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 或者在该选择权失效时 那么确认相应的收入 因此假公司应当将交易价格分摊到 免费通话服务 分摊的交易价格 那么分给免费通话服务的 我们暂时先走合同负债 好 我们看一下分路 收到一个亿 借箱送款一个亿 当期的通话服务收入是9090.91 而合同负债是909.09 这个合同负债 等后续履约时 再把它转到主业务收入 或者干脆人家放弃权利时 咱就可以把它转到主业务收入 总之钱已经收到了 就是什么时候转主业务收入的问题 好 我们再看第三个资料 第三个资料 它是手预交化费送手机 实际上我们要总的交易价格是 一个客户是三千 五万个客户 三千乘五万 这是那总数 乘以两千四加一千六 七十是四千 四千分之一千六 四千分之一千六 这是分给手机的 交易价格是六千万 同样是四千分之两千四 分给通话服务的是九千万 那么在21年的12月份 应该确认的是手机的这个收入 为什么呢 手机当下就卖给人家了 你可以确认收入了 所以要确认的是六千万的收入 而我们这个通话服务呢 后续将在24个月内 我们呢平均的陆续的去考虑 把它确认 好 我们再看 理由是企业上客户 预收销售款项呢 应当先将该款项 确认为合同负债 但履行了相关履业 义务实在转为收入 所以在21年的12月 应当确认销售手机的收入 将分摊到通话服务的交易价格呢 作为合同负债 未来客户实际享有花费服务时 再确认相关的收入 具体分路是这样的 借机要存款 一个客户是三千五万个 这是一亿五千万 这一亿五千万里 当年我们是卖手机的这六千万 是直接走了主因有收入 通话服务的九千万 先在合同负债中 把它体现出来 这一亿五千万里